我们在这个世界 这1700年的金宗在中国盛行 所依靠的经典 在历史上记载着 云公大司那个时代 所依的就是无量出现 无量寿金在中国最早翻译的 非常可能是安时高的本子 可惜这个本子失传了 藏经目录上有 这书没有 从 这个东汉 这翻经的时候从东汉 一直到宋朝 八百年 无量寿金有十二次的翻译 在一切经里面翻译最多 后人 证实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是多次宣讲 这个是很特殊的 世尊在世 讲经总是就是一遍 没有重复讲第二遍 但是无量寿金特别多次宣讲 到底讲多少次我们不能确定 从现在大藏经里面保存的五种一本 至少是三次 三次宣讲 那还有七种是传的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是肯定世尊多次宣讲 那这个方法就太重要了 而这世尊讲这个 就是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次宣讲 情深广略 并不完全相同 可以说大同小异 往往这小异的地方 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古时候 经书流通量很少 不容易得到 所有的遗本 你要统统都看到了 那你算是看到极乐世界 圆满的相貌 那这么多的遗本 你都能够找到 展现在那面前 这种缘分 太不容易了 宋朝 宋朝王龙书居士 汇集 无量寿界 龙藏里头有寿之友啊 他只看到四种本子 唐朝的 大宝寄经 无量寿之友会 他没有看到 从这个地方你就想 古时候得到这个金本 多么困难 王龙书是一个 有身份 有地位的 长者巨师 五种本子都没有看到 只看到四种 所以他的汇集本 是根据四种 来会计 谢谢大家